这匹正在埋头吃瓜的神马叫做黑水仙 乃是江湖中人梦寐以求的坐骑 二十年来还未有人将其驯服 就在不久前 大名鼎鼎的草原吴小龙轮番上阵 使劲浑身解数却被弄得灰头土脸 风为宝的少宝竹铁梦能不信心 准备亲自出手驯服黑水仙 如同草原吴小龙一般 铁梦能刚刚骑上马背 黑水仙就开始左右摇摆躁动起来 试图甩下背上的铁梦能 而铁梦能不愧是少宝主 驯马的功夫远胜吴小龙 竟在黑水仙的一个急刹车下 稳稳倒立在了马背上 这一手不仅让场中的众人惊叹不已 就连黑水仙也安静了下来 似乎已经认可了铁梦能 铁梦能骑在马背之上 意气风发地装起了十三 这边铁梦能刚刚装完十三 下一刻就遭到了啪啪打脸 被突然躁动的黑水仙甩飞了出去 铁梦能一时之间恼羞成怒 杀气腾腾地拔出一柄弯刀 要宰了这匹戏弄他的畜生 幸好寇英杰及时挣脱束缚 扔出铁钩阻止了铁梦能 通了人性的黑水仙 知道寇英杰是在帮他 因此并未将寇英杰甩下马背 反而拖着他飞奔了起来 风雷宝的人马哪肯善罢甘休 将寇英杰和黑水仙逼近了马舅之中 黑水仙发挥神马的力量 冲出围攻的同时还毁掉了马舅 搞得一众风雷宝弟子狼狈故意 就在黑水仙即将冲出营地时 一个凶悍的大力士挡在了门口 吓得黑水仙停下了步伐 血润过眼神 这是一个负责搞笑的人 在看黑水仙离开营地后 火力全开拼命及时 就连满天的利剑都追不上 带着寇英杰回到了生活的村庄 在几个同村小朋友的请求下 寇英杰开始了第一次训马 结果刚骑上马背 就被黑水仙摔了下来 左臂还受了一点轻伤 一个女子出现在了村庄 曾和寇英杰有过一面之缘 她的名字叫做铁小威 是风雷宝宝主的掌上明珠 铁梦能之所以要驯服黑水仙 就是为了讨好铁小威 铁小威和寇英杰不是冤家不巨头 两人刚一见面就打赌了起来 好 七天之内你要是驯服不了她 就由我来接管 君子一言 快马一鞭 正所谓佛争一注香人争一口气 寇英杰为了驯服黑水仙 绞尽脑汁用尽了办法 奈何黑水仙就是不买账 无论是软的还是硬的 寇英杰都是以失败告终 经过无数次的失败 寇英杰也不得不承认 她驯服不了黑水仙 铁小威望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那是风雷宝召集的信号 顾不得眼前的黑水仙 铁小威骑上自己的白马 赶往了风雷宝的营地 经过几天的相处 寇英杰和铁小威已经互生情愫 只是两人都还没有意识到 而寇英杰知道驯服不了黑水仙 在替黑水仙洗漱一番后 拿掉了她身上的缰绳和马鞍 放黑水仙回归了大草原 可令寇英杰没有想到的是 正是因为她的这一举动 感动了通了人性的黑水仙 黑水仙在寇英杰的身上 看到了昔日主人陈红梅的影子 又折返了回来 黑水仙 你怎么又回来了 是不是守得我这个朋友啊 从今后 我们两个就是好朋友了 寇英杰知道黑水仙认可了自己 骑着黑水仙驰骋了起来 时隔整整二十年 神骂黑水仙终于再次被人驯服 寇英杰兴高采烈地回到村庄 要将这个好消息告诉给村民 却发现草原吴小龙已经等候多时 小子 我们又见面了 快点把黑水仙交出来吧 做梦吧 黑水仙是我的朋友 我是不会出卖她的 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